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生的小规模反华游行 没有对华人社会造成太大影响 之后有网友意外发现 这次行动的召集人竟然在中国经营了多年的零售生意 在马尼拉发生小规模反华游行之后 有网友在网上爆出游行的发起人雷达刘宇斯 是一名在旅美菲律宾人中颇有地位的女商人 更让人意外的是她在中国也有不少投资 其中包括由她本人担任董事长的贝顺中国有限公司 曾任中非建交后首批驻华外交官的菲律宾 华裔学者林志聪认为 菲律宾方面应当着眼长远和大局 尝试朝着经济合作的方向来解决中非之间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摩擦 搁置对话对两国关系毫无帮助 菲律宾国家统计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1年中非双边贸易额占到菲律宾外贸总额的近30% 而且中国是菲律宾旅游业的第三大客源地 两国经贸灵系紧密 因此多家菲律宾媒体认为 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和投资将给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而良好的双边关系是双边经贸往来持续发展的保障 要关系的老公路 建议